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夏季这个长寿花呢在温度高于30度以上的时候会进入休眠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能够给它施肥的 但是如果你所处的地方呢这个温度啊一直是低于30度以下的或者说啊你给它做好了这个降温处理 那么我们是可以适当的给长寿花施肥来促进它生长的 因为这个时候施肥促进它生长有利于它这个冬春的开花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手施肥的时候呢有两种肥的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 那么我们是哪两种肥不能够用呢 首先第一种的话就是这种素效的复合肥 为什么素效复合肥不能用 是因为素效复合肥它的肥效特别的快 那么它的肥效快的话呢在夏季这个啊它生长比较缓慢的一个季节 如果这个手在使用的话很容易伤根很容易出现肥害 所以呢大家不建议使用这个素效复合肥 除了素效复合肥不能够使用之外呢 像这种发酵腐属好的有机肥呢也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 因为夏季长寿花它是比较喜欢一个偏干的土壤环境 但是我们经常给它使用这种有机肥要给它稀释浇灌 那么就会让盆土呢长期处于湿润的状态 而且这些有机肥的话呢有异味特别容易遭虫 那么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病虫害 所以大家夏季给长寿花用肥的时候呢就不建议用这个素效复合肥和这个有机肥 那么我们夏季给它用肥用什么比较合适呢 夏季用肥的话可以选择有两种用肥的这个方式 首先第一种的话就是在盆土表面撒上一些控式肥就是缓式肥 直接撒在盆土表面的话呢 这种缓式肥呢它不容易烧根肥效特别的温和 所以呢夏季也是可以正常的使用的 直接把它撒在盆土表面或是埋在盆土里面都可以 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就是使用这种有机营养液 这种有机营养液的话就不建议大家直接灌根 就建议大家稀释之后呢然后来喷洒叶面 喷洒叶面的让它叶面直接吸收 就不会呢让它从根部这里吸收就不容易伤根不容易出现肥害 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促进你的这个长寿花的枝叶的生长 而且大家在夏季要给长寿花用肥的话呢 大家最好就在傍晚比较凉爽的这个时间呢 再来给它用肥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长寿花夏季用肥的一些问题 我们下期见